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美元流动性偏紧,人民币早盘放量走升 二,巴西经济一季度仍然衰退5.4%,但复苏曙光已经炸现 三,法巴银行表示,欧元对美元面临上行风险 大家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四,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人民币对美元及期周四早盘放量走升 中间价则随每止回调而大幅调升 交易员称,中间价的位置符合预期,但与市场价有偏离 开盘15分钟内没有合适的报价成交 尽管购汇激增,但人民币处于短期低点 市场亦涌现大量结汇盘,至早盘成交量破百亿 交上日放大近四成 全球汇市方面,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周四早盘守住可观涨幅 此前由于避险医院以及日本决定推迟上调消费税后 并未给出明确政策指引,让人失望 日元跳涨北京时间6月2日13点06分 美元对人民币报6.5789 拉美最大经济体巴西过去两年间持续陷入经济低迷困境 最近发布的该国一季度数据虽然显示 该国经济离摆脱衰退上远 但是经济降幅已经好于大多数分析人士预期的状况 这或许预示着该国经济已经趋近处底 而在新政府上任提振了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后 其经济有望在此后逐步走出泥潭 数据显示巴西经济在今年一季度缓比下滑0.3% 幅度相比去年四季度的1.3%明显缩窄 也好于专家预测的0.8% 同时数据显示 此前持续大幅下滑的企业与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青年年初也持续持稳 事实上在该国总统罗塞夫被弹劾截止 亲近商界的代总统特梅尔上讯后 其经济信心状况已经进一步好转 法国巴黎银行周三撰文指出 继续预期未来数周公布的经济数据 将妨碍美联储加息预期 网行经济学家团队预计 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11万人 低于市场共识 法巴指出 仍然认为欧元对美元面临着上行风险 而美元对日元则自当前水平下滑 该行认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迟上调消费税 并于秋季增加财政开支这一消息 对日元而言为利空因素 然而当前市场将此解读为利多因素 因此限制了市民央行未来数月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